有些人他听了这个证据以后 他会很谦卑 他就说 我们听过一期见证吧 就是有些人他不明白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要他明白了 明白了 慢慢明白了 他再去看书了 最后他就相信耶稣了 对不对 这些人他 其实不单是他理性上才明白 他可能他感性上 他不是可能是绝对 他是感性上 他们也是看到耶稣是爱 是怎样 好了 然后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问大家 就说有一个人他 他很想相信耶稣 他看到人蛮好啊 你们都是很好啊 然后他就问大家有什么证据 让他去明白 让他听了以后 他就能够相信了 所以大家要给他一些证据 好了 给他一些 他是很常识的人 然后你给他证据以后 有些人听了这些证据以后 他就相信耶稣 另外一些人他听了这些证据以后 他就还是 还是不相信 也是证据有问题吗 不是证据的问题 乃是什么呢 乃是说 譬如说有一本书叫做 叫做《贴政代判》 看过这本书没有 贴政代判 贴政代判呢 他就告诉大家说 耶稣这个人从历史里面是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 圣经里面提起这些证据 然后走到新的圣经有预言 然后新的圣经他就 这些预言就是应验了 所以就说明了耶稣 是相信耶稣了 如果有些人他是很注重证据的 譬如说这本书的 《贴政代判》这个作者 对他来说呢 如果把耶稣符合的证据 放在你的面前 然后你还是不信的 那是什么问题 自己什么问题 他会以为 他会以为 所有的证据跟他讲了以后 这些证据呢 他还是不明白 乃是原因是 不是因为 听书就听书吧 不要再 对 不好意思是我的问题 我是给你打咬了 不是 所以 所以啊 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这是 你们 这是因为 打咬了 我就不知道怎么讲下去了 所以 所以有时候就 就是 不好意思 所以 所以有问题 就先问吧 你继续打咬吧 就先问 问了 这个作业 就是这个 比如说 这些第十二题 你是说 这句话是对的 还是错的 对呀 你按夜市问到 你站着 打勾打差 就是打勾 光光都是打勾打勾 他问的十二题 就是 yes或 no 你赞成或不赞成 是 问我的态度是 赞成或不赞成 不是 这个statement是对 还错 这句话是对 很错 是按书上答案 还是按字笔的理解 按书上答案 书上有老师有解释 这个是对的 这一题是对的 这一题是对的 课本上有一模一样的字 老师不去去讲课吧 你不要打探 每到那个打第一次 我们来一会再去 对呀 就是 我们还要五堂 不是你们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但是我的问题是说 有时候我给你们打擦了 打擦以后就 变成很难 很难 对对 这是很大的这个扩堂里面 我教这个课程教了很久了 很多次了 但是我是没有 不是怎样 不是怎样 就是说 这是 这是打擦 不是问题多的问题 是打擦的 打擦的问题 但是如果扩堂里面 大家是怎样打擦的时候 就是 我说不是你们的问题 这是我给打擦了 我就不能 不能 继续下去了 这是 那就是对 其他同学可能不太 不太好 然后 所以大家理解就比较好一点 好 我们继续吧 继续 如果 今天不考试了 今天不要考试了 好 你要不要考试了 下次再考吧 再考啊 所以我上次是讲嘛 我上次说 今天要考试 所以你们要为家去 做好嘛 做好以后 跟这个同学 跟他谈论一下嘛 要准备一下嘛 所以我们就 这个答案都在课本里面都有 你这不差 你看书的答案 对啊 你看到辣妹老师答案 通过在书里面都有的 都有 都有标准答案的 为什么要这样辣妹 是在讨论呢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下一堂来 我们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下一堂来 我们你自己为家去做好 好不好 好 你做好以后 你就回来 找一个同学 跟他对对这个答案 好不好 因为我们考试 你先准备好 你对对答案 这是讨论一下 知道参考别人的答案 试试看 有什么需要去改进的 好不好 好 好 那这 我们继续 对 我们继续吧 然后 有些同学 他是 他是 刚刚来还是怎么样 你就回去听这个DVD 好不好 你这个礼拜 就把它传 传听了 听了以后 你就来考试吧 下一堂来考试 好不好 所以下一堂 你就把东西交给我 那就 那就搞定了 把这个Quest 1 这个 这个就 过了 好不好 所以你没有听 你就是下堂来的告诉我说 不好意思 我也告诉你不好意思 因为所有东西都要交给我了 好不好 我们就不要打扰了 不交就是 不交就没有问题了 交给我就交给我了 好不好 好 好 我们 再来 好 现在我们告诉大家说 有时候你把一些 譬如说贴证代判 这些 这些资料 这些书 你告诉人 他看完了 他是很真心的 看完以后 他还是因为证据不足够 有些人认为证据是足够 但是有些人听了 看了 他还是因为不足够 为什么两种人 会有不同的答案呢 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 对 讲得很好啊 就是有些人是怎样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就是 有些误教的方法是 证据师的误教法 证据师的误教法呢 他就会说 把证据讲 告诉大家 大家答案是一样的 他没有想到 这些证据 你讲了以后 但是这些人 他不是故意的 他还是因为 证据是不足够的 你就会知道 证据 同样的证据 对某些人来说 他是有用 对某些人来说 他是没有用 同样的证据 对某些人来说 他这个化缘率是很高 譬如说 这些证据有 譬如说你讲 第四章 耶稣复活的证据 有这个90% 都是能够说明 耶稣是真的是复活了 但是有些人 他就认为 听了以后 他有90% 他就反而是 他就认为 只有10% 这个证据是可信的 事实上是不可信的 可以吗 为什么相差 有这么大的相差 分别呢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我们 几本书里面 所讲的方法 就是说 物教的方法 两种 第一种是这个 证据式的物教法 你就跟他讲证据 他就会相信的 如果他不相信 是证据不可信 如果他不相信 他认为证据不可信 他就因为没有可能 证据是可信的 这是你的问题 但是另外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这个自给自比的方法 这个叫做 这个前涉事的物教法 这个前涉事的物教法 就是告诉大家 耶不是 有时候不是这个证据 可信还是不可信 有时候是什么 有时候是这个人的 观察点不同 可以吗 他的观察点不同 你把同样的证据 比如说我刚才所讲的 这些耶稣符合的证据 有这个足够的原证 跟物证 然后呢 你能够提出其他的反证吗 没有啊 你能证明耶稣是符合 有这个原证 跟这个物证 你能够提出一些理论 去反证 耶稣没有符合吗 你也不能提出 取出来 但是你也不接纳 这些证据是可信的 那表示什么呢 你要表示 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在这个证据里面解释 乃是他的观察点不同 我们基督教 比如说你是基督徒 你听了这些证据 你听了以后 你发现很可信 因为你的观察点 是在解你 所以你看到的是可信 可以吗 这个就告诉我们呢 就是说 所谓的证据 所谓的证据 其实 所有的证据 都是有偏见的 所有的证据 都是有偏见的 没有所谓 没有偏见的证据 所以这两个方法 刚才同学 Vicky就问我了 究竟这个证据式的误教法 还是这个前摄式的误教法 哪一样好 我们一开始就告诉大家 两样都好 证据式的误教法好 前摄式的证据法 前摄式的误教法 好不好 都好 只是说这两种方法 是两种的武器 一种是手掌pistol 证据式的方法是pistol 然后前摄式的误教法 是什么 我们说是什么 是坦克车 不是百分之五十 它是重型的武器 因为什么呢 它现在 发现是什么呢 发现你给它 一切的证据 你怎么给它证据都好 最好的证据 你摆在它的面前 它都不会接纳的 原因是什么 原因不是证据不好 是什么问题 他先不围堵 他就先离戏 对了 原因是它的观察点 它的观察点 角度不一样 模糊的不正确的世界观 对 它的观察点 它的世界观 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它已经信无神论了 它有信仰 它叫无神论 它从这个无神论 然后它已经是 接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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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东西我们讲很多理由 但是其实讲这些理由 最终是建基于什么呢 最终建基于是你的这个基础是什么 可能你看到一个房子 对 你看到这个房子里面 可能是大风大雨啊 这个分达雷电啊 是打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会塌下来吗 对 看它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这个意思了 它的地基是什么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有东西都是看它的地基是什么 这个地基就是它的foundation 就是它的观察点是什么 如果它的观察点在解你的 它看这所谓的证据 如果它跟你是不同的 这个证据就不同了 所以我们第四章里面 我们就告诉大家 知己知彼 就是给它一些耶稣符合的证据 这些证据可信还是不可信 不单是要看这个证据 不单是要看这个证据 是要看什么 它的观察点 如果它的观察点是 是无神论的 那我们就要怎么样 对我们这个方法就五说五说五说 我们首先接纳它这个观察点是可以的 也要我们不是跟他争药 这个证据可信还是不可信 我们的圣来是把他观察点 怎么 把它拆了 所以我们要把他的 我们说把他的假面具 怎么 把它打开来 我说说他有这个房子里面 我们要把他的屋顶 把它拆掉 打垮了 这个时候 你跟他讲证据是没有用的 你只要把他的这个基础 把它打垮了 这个房子就会塌下来 所以当他这个观点 他知道他自己是问题的时候 那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他 我们就邀请他为来 从我们这个观点 再去看这些证据 这个是前谢氏的 这个物教法的方法 所以呢 我们认为 证据是的方法 好不好 好 前摄式的物教法 好不好 好 对 你 问题是说 你怎么样把这两个方法 同样的 加起来 有时候你是用证据是的方法 因为这个不信的言 他会走来走去的 他会走来走去的 所以有时候你给他证据是的方法 有时候你要 现在你抓了 抓了几个 有时候你给他一些 前摄这个物教法 就被他打垮了 好不好 如果你正是从这个 知帮助他 情帮助他 但是还有一部分是什么 意志 就是说这个人 这个人他明白了 这个 他知道耶稣是爱他 他也知道 神传在的 耶稣传在的 这个历史的证据 他都相信了 但是他还是什么 他的意愿里面 他还是不能 有些人就是不能接了 所以 两样加起来 还是他的意愿 他要信还是不信 有些人他因为 自情两方面都可以 但是他还是不确定 为什么 这是他的意愿 我就是不想相信耶稣 我就是不想把我的生命的主权 交给神 我还是要 我自己要确定 我的生怎么走下去 这个时候是 这个是另外的问题了 他要付爪愿了 他要自己确定 好 然后我们就把头四章 把它讲完了 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 没有 我们走到第五到第八章 这个就是两种方法嘛 就是一个证据是 一个就是前射 还有第三种没有是吧 没有 没有 就是这两个的吗 对 这两个可以混合器一起用 是吧 对 一个进攻的 一个是防守的 是吧 不是 证据是一个 证据是一个进攻性 主动性 一个主动性 一个比较防守的 都是进攻的 都是进攻的 都不是防守的 一个或者这么说 一个是硬攻 一个是内攻 这个 这个前射的时候 有点像派基权似的 这个防守 防守 第一个是要 三个 第二个是防守 第三个是进攻 第一种是跟他 常亲的误会 第一种是基本功 你要基本功 就是说你要 你要打篮球的时候 你首先要学的是什么 规则啊 这些基本功啊 比如说根本 根本你看这些小孩 怎么学这个打篮球 还是踢这个足球 根本就不会垫这个 这个 不会垫这个东西的 这怎么 教练给他走 怎么 对不对 退后走 怎么走啊 趴球 三个 这个走 他根本不是 是卸球的 这个基本功 他需要的 所以这些方法 就是说 我们要为他去 澄清这个福音的内容 这个第一 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就是说 他有些 他要攻击基督教的 信仰的东西 他要攻击基督教的 信仰 那我们就要辩护 比如说打篮球 就是说 他来 他来卸球 你怎么 你要给他挡住 这个 比如说以前这个姚明 太高了 他要 他要 他多高啊 二米二七 哇 太高了 他要卸球的 你怎么办 教练教导 我们他要挡住 他的眼睛吧 如果眼睛 他挡不住 根本 这是 不可能 这个是防守 防守 防守 第三就是 你要进攻 这个三个方法 我都认为 这个前摄氏的物教法是进攻 对不对 他是 他是 他是比较 你 你刚才讲证据 他都是把 全部证据都推翻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 你再讲证据都没有用 因为问题不在证据 问题是什么 这个观察点 在观察点里面 你要把它插掉 这三个方法 前摄氏的物教法是这个 第三个方法 证据书的方法 是什么呢 证据书的方法 我看是有一些 是常清吧 这常清的这些方法 就是他根本 他不知道我们这个信仰 是什么 你就给他证据 他有误会了 你就给他证据 我不会怎么想 我认为这个前摄氏 是比较重型的武系 比较重 为什么呢 如果你把证据把它在他面前 缠名出来 就已经可以了 其实是很简单啊 你把证据缠名出来 只是说你把证据缠名给他看 他还是不接纳的 那这个背后有一些原因 老师你的方法是反过来吧 应该先前摄性 先柔软他 先把他的鞋 鞋面具先拿掉 先把他的问题 你先反问他 你很尊敬他的立场 站在他的立场 你问他 你为什么这样认为 你先到他那边去 他才愿意跟你沟通 你先让他得到他的 得到他允许跟你对谈 你不要一开始证据的时候 根本就把你绑住了 不是我们要看 你也开始都没办法开始 你要先跟他开始 有个桥梁 一个bridge开始 才可以把证据拿出来 他才容易信 你不是也这样写吗 就是说你先把他的问题 让他发现他的前摄是不对的 他的想法是有错误的 他才会柔软他的心说 或许我一个听听看你的 不然他一开始 别听都不听 不是 你刚才讲的很好 就是说 你把这个前摄 前摄的方法 已经讲得明白 但是我们的意思是说 你要看他是什么人 他是哪一类人 所以有一些人 他是 你把证据告诉他 他已经相信了 不一定要用这个前摄式的方法 要看不同的人 用不同的方法 是怎样 你看那个秘书小者 跟他讲福音 一直讲 他都不相信 给他说 神耶稣好啊 原来背后是 他跟他的老板 有关系的 那这变成是 他就是 你在用前摄是的方法 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 因为他讲什么证据 他都没有兴趣 因为他有他的观察点 所以你要跟他 这个观察者把他拆掉了 他才能相信 所以不同的人讲 不同的方法 所以你要跟他谈的时候 你要发现他的问题是什么 好不好 好了 我们到 没有其他问题 我们到五到第八章 我们自给自比 我们走到这个 自己了 自己了 因为我们这个方法 前摄式的方法 是五十五十嘛 首先的五十说 他开个车过来 你跟他怎么样 上车 上车啊 很危险的事情啊 因为你要认同他的讲法 你要通过这个认同 理解他的讲法以后 你要慢慢去指出 他的问题在哪里 对不对 好了 在讲法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明白 我们自己所相信 这是什么东西 不然的 我们跟他上 同一部车的时候 他开到哪里 可能你一直在听的时候 你就慢慢地变成不信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 有一些的前摄 这个前摄是什么呢 我们到第五章 就告诉大家 有些前摄是我们 前摄是物教法里面 是必须有的 第一个前摄是什么 我们已经解释了 我们已经解释了 神是主权的神 我们所相信这个神呢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神 他是什么神 所谓的主权的神 就是他是历史的主宰 在他里面没有转动的影儿 接着看中神是一个有主权的神呢 圣经里面有哪些经文去讲明白这个 比如说圣经说 圣是图 图什么 图像 我们书里面的料是是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一团的离 姚将 姚将是另外一个 姚将 他要做 我们做上变什么 我们就给他做嘛 你能选择你要做什么吗 不能啊 神要你做 做你变成这个马桶 你能改吗 不能 神要把你当做马桶 神要把另外一个 做成是宝 装这个珠宝的这个宝箱 没有办法 因为神是有主权的 那这个 那个神这个主权是什么意思呢 神的主权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子里面 我们这个房子里面 有很多不同桌子嘛 对不对 意思是说 每一个桌子都是谁的 都是神的 是你的吗 不是 全部都是 不能说 大部分是神的 有 小部分是什么 是我的 能吗 不能 不能 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讲到这个 耶稣在 彼得在打雨的时候 彼得在 网上去打雨 为什么 打雨要到网上去打 早上不打 为什么 为什么网上比较好打 鱼为佛在水面里面 所以比较好打 他们这个 哪个时候 所以网上 网上去打雨比较好 但是彼得网上去打 整天 整夜 打雨都 打不着 打不着的时候 他回来很累了 很累的时候 耶稣跟他讲什么 早上的时候 耶稣叫他 继续的去 对 彼得要听吗 为什么彼得不听啊 首先他不听啊 他有什么经验啊 这个是我们生活经验里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你跟我 我们都有一些是专业的 很多东西 我们都听神讲了 但是关于我们的专业呢 这个东西 你不会让神去管 对不对 是真的 彼得是perfection 他是专业的打雨 但是他整天 整天 整个网上都打不着 照表述说什么 一定找不到 所以耶稣就为他 吩咐他打雨 其实他不听的 但是因为耶稣是夫子 他说怎么讲啊 他说好了 你叫我打 我叫什么 我叫打给你看 其实意思是说 是打不到的 对 但是你是夫子 我叫打给你看 让你明白 是你的错 最后发现是什么 是自己的错 所以彼得的反应是什么 你有没有想到 这个反应很怪 这个反应很怪啊 对不对 为什么他 讲了打雨的东西 最后他会 拖延间发现 打雨 打很多的雨 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 他就跟耶稣说 主啊 讲什么 我是罪人 你要不要想到 他的反应很怪 真的遇到神了 真的 他觉得遇到神了 这位153条鱼 根据那个 希腊文 他是 我是神的 这里面有153条 我站在后面 他讲的 是你的 他讲的是马可 他讲前面那个 两双船 两双船 满满的雨 就是两个 是后面的 前面 所有遇到真正神的 都怕吓得多 像但一里也是一样啊 约翰在这个 在这个启示录一开始 遇到神的是 吓得五里头 就是人遇到神的时候 就是会 就是会觉得 看到自己了 其实我们 我们都是一样啊 我们都是 你信耶稣以后 都是一样 我们信耶稣以后呢 很多东西 都是让神去管理 但是呢 有一样东西 你是不让神去管理的 每一个人都有 我教会里面 有一个很爱主的 教会里面 做很多事情的 哇 真是很好 真是很好 但是他的儿子说 我要奉献念神学 他就不行 不行 然后你就发现 这个孩子 对他来说是什么 最宝贵的 最秘密的 每个人都有一些 有一个秘密的伤子 这个秘密的伤子呢 你把你 因为是属于你 过人 自己 的东西 你能够处理的 这个东西 你不要让人家去看 但是你 同样的 你不会让神去 接触的 那这个东西呢 彼得有 但是呢 他发现 耶稣就是通过 这个东西 跟他说话 所以他 突然间 他就 跪在耶稣的面前 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这个反应 起初 看来是很怪 但是呢 你慢慢在 思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不奇怪的 因为我们 都有这个经验 有时候 我们怎么 能够接受 耶稣 对我们 上面是有主权呢 乃是因为 我们 我们 我们有一个 有一样东西 耶稣跟你说话 你跟一个 共产党员 讲福音 他一直讲什么 他都不相信的 等到他有 你发现他 他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呢 是他的专业的东西 如果你能够 他能够跟神 沟通的时候 他就会跪在神的面前 说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他这个时候 他就会相信耶稣 对不对 对啊 每个人都有啊 有一个就是 要看你 比如说耶稣跟这个 一个年轻人的官谈嘛 他说有一个 网上有一个年轻的官 找他来找耶稣 跟他说 夫子 我要做什么 能够 才能拿到永生呢 还记得这个故事吗 耶稣很聪明啊 一看到他 他就 他说你要守这个世界 那这个年轻人怎么样 对 耶稣看到他很喜欢 但是耶稣 耶稣厉害就在这个地方 他抓了他 怎么 最重要的地方 其实这个年轻人的官 他什么东西都有 他只欠了什么东西 他都欠了这个永生 我们有女儿的找老公 一定要找几个年轻的官 为什么呢 第一 年轻嘛 然后有钱 然后他也是官嘛 有权嘛 所以找这些老公 应该是最好了 但是耶稣发现 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 耶稣就说嘛 你要把你所有东西 把它卖掉 以后怎么 跟随我 本来你有钱的 现在怎么 没钱了 本来你是当官的 现在怎么样 不能当了 没有权了 当官的人 不能没有权利 但是这个权利 你都要把它 抛掉 耶稣不是说 每个人都是这样 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事情里面 他只是看到 这个年轻人里面 最核心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他就看到 你要把这个东西 把它卖掉 然后你要跟随我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 你跟我 跟这个年轻人的官 跟彼得 其实我们分享的 我们都是人 我们分享的 同样东西 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就说 就是说 我们都是把一些 这些东西 据为 己有 据为己有 你最在乎的是什么东西 耶稣看到 耶稣就 从这个问题 跟他沟通 所以 彼得也是一样 彼得最在乎的是什么呢 耶稣 你能够管理我的所有 这个 你是父子 你是管理我的生命的 管理这个 这个 但是 关于这个 不渝的东西 耶稣你懂吗 你不懂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是我彼得 继续要管理的 这个东西 我不能让你去管 跟这个年轻人的官 都是一样 所以 这一部分里面 我们说 我们 这个神 有什么特征呢 这个特征是说 我们必须要明白 耶稣是一个 有主权的 主权的主 他要管理的 他要管理的是我们 每一个 范畴的 这个 每一个范畴都要 在神的面前里面 把它 放下来 这个就是耶稣的主权 可以吗 但是什么呢 我们所有的 对神的认识 这些前色 这些对神的 这个理解 这些关于神的 这个特征 这个理解 我们是 如果我们要为他 去辩误这个 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放在 我们的心里面 对 也不是不能说出来 也不是 这个是我们的 基本功啊 我们这个神 就是这个神了 你跟这个 拜拜 拜拜就是不同嘛 我们不是讲过嘛 为什么这些人 喜欢去拜 这个 这些偶像 因为拜偶像的人 基本上不是拜偶像 是拜什么 对啊 拜偶像 吸引的地方 就是说 我拜这个 这个偶像 他不听我的 那怎么办 换一个 换一个 换到一个 我能够管理他 他听我的 我给他好吃的 我为他 我为 这个事情祷告的 他会听我的 那这个时候 这个 这个偶像 就是我想要的 我要拥有的 所以拜偶像 其实就是 你去买这个shopping 你是consumer 你是消费者 你去shopping 你去买东西啊 不好用了 怎么办 换一个 微分 这个是怎样 但是 基督教主权的神 不是怎样 主权的神 不是要你去 换一个 乃是要你去 听他的话 解决是我们 相信这个神 不同的地方 可以吗 有些人就反对 他说 哎呀 我们这个基督教的神 很麻烦啊 他是一个主权的神啊 哪就是不民主吗 哪不是跟这个 共产主义 一党专政 差不多吗 不能进行大 你不能把这个神的主权 跟这个某些战权的主权 把它看成是一样 所以我就说 天国本来就不民主 不什么 不民主 天国不民主 为什么这个答案 你说天国不民主啊 为什么天国不民主啊 肯定不民主啊 为什么肯定不民主啊 基督掌权啊 对 他一天掌杀 我们跟耶稣一起共产掌权啊 是民主的啊 以后我们是一起掌权的 你是在皇权之下 你想要一起掌权 你必须得在皇权之下 都是神的子民 都一样的 对呀 你这话说的 子民 对了 美国叫公民 它是不同的定位 你这个子民说得非常准确 恭喜你 公民不能继承彩彩 子民是可以继承彩彩的 我们是可以继承彩彩的 不是可以继承彩彩 所以我们是 等我们 我们在小的时候不行 在长大的时候就可以了 所以你是子民 不是 子民有一天后面的 当我们长大成熟的时候 所以你不要把天国变成是一个极权的国家 有些因为他在这个 有些他可能在一些极权的国家生活太久了 他一听到 他一听到主权这两个字呢 就不开心了 他还是以为 这个主权这个字 就是暗示我们要顺服这个 这个国家的元首啊 圆明就是毫无自由啊 毫无这个民主啊 他就把这个 这个 对 换摇了 他把这个神的国变成是一个极权的国家 他要把这个神啊 我们的神啊 主权的神 变成是一个独裁者 这个时候 就问谣很多的 但是我们不要有这个误会 我们这个神啊 虽然他是主权的神 主权不一定等于他要压迫我们 主权是什么意思呢 主权只是说 我们这个神啊 他是自给自主的 他是有能力的 他是创造者 他是同管万有 他是历史的主宰 面对这样的一个神 我们愿意去顺服他 因为我们知道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他 背后一定有道理的 我们知道他 一定有原因的 我们要相信他 他的确定是最好的 这个才是我们主权的神的意思 我们相信这个神是主权的神 所以呢 譬如说我们 我们身体不好了 我们不健康了 我们会说望吗 我们说没有盼望了吗 不一定 人生的道路里面 会面对很多不同的东西 但是也是因为我们相信 一个主权的神 所以呢 我们知道这个主权的神 他会帮助我们 我们在密 困难里面 密境里面 他营养会赐给我们 足够的力量去 去 去 去走下去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就认为 主权的神啊 是值得我们去相信他 这个是我们 这个讲法 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 秘密的伤子 要怎么样 向神去打开 这个是我们 知己知彼 我们这个知己里面的 我们对神的一些特征里面 我们必须拥有这种的特征 我们必须要明白 神是一个主权的神 一个没有主权的神 是不值得我们相信的 为什么 没有主权的神 他是不值得我们相信的 都是这样啊 这个神他是没有能力的 你还要相信他的 那这个不是 不是我们基督教所讲的神 他不是历史的主宰 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的时候 相信一个 有些人相信一个 观二哥 我在跟他谈 二哥二哥 你要找一个大哥 可以信吗 大哥比较好信 二哥没有安全感 你相信都是 你相信在观二哥 他要相信观二哥 那观二哥要帮谁啊 对不对 二哥也有他的这种逻辑吗 他们讲 觉得二哥比较讲 有重有义吗 他的这种信仰 但是二哥 对 重情重义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点要讲的东西 这是我们所相信的神 他不单是一个主权的神 我们相信一个神 他也需要是一个有位格的神 因为如果这个神 他是主权的 他是高高在上的 他好像一个白头的老公公 他在前面 你以后大家 去到天堂里面 他就这样 这个你去上面 这个你去下面 他怎么确定啊 他是没有人行为的 他是完全是不讲理的 不是不讲情 那这个神的时候就不太好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 我们所相信的神 一方面他是主权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个主权的神 他是有位格的 什么是位格的意思 位格的意思就是说 他可以与我建立一个个人化的关系 与我建立一个personal relationship 比如说你要讲这个 有些人他是有主权的 很有钱的 但是他有钱关了什么事情 但是这个有钱人 他是跟我有一个个人化的关系 他是我的爸爸 那这个时候就不同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特征不是分开的 这两个特征不是分开的 所以刚才说讲你要拜这个官二哥 但是你拜官二哥好啊 他是有有情有义嘛 他是有位格的 他与我可以建立一个个人化的关系 但是问题是说 他不是主权的 他能帮我吗 他 他想帮我 但是他有能力帮我吗 老大允许的情况 不对 不对 这个绝对不对 所以你要快快回家 听我们头三个这个 这个DVT 把它重复我们来讲 要不然我们不是告诉你吗 这个世界有 在神的眼中里面 这个世界有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 这些所谓不幸的世界 这些所谓不幸的世界里面 它其实我们要用一些虚线去讲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它根本是不存在的 这些不幸的人 他以为有挂恶给我保护它 其实所有的这些神明 这些假神 他所相信的 他们这所谓有能力 他们能力从哪里来 全部从真神来 对不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 没有假神吗 假神有能力 假神是不是有能力 只原来我信我 你照个视频 谢谢 谢谢 假神有能力 不要找哪个方向去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都知道 神是主权的神 所以在祂里面没有转动的影儿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是讲 这里每一个座子 座子里面是什么 全部都是神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 是我们的 对不对 所以魔鬼 他可以 比如说你讲这个月博记 月博记里面 你看到魔鬼是 他是搞鬼啊 他弄什么 但是事实上 他还是神 神为使用他不邪恶的计划 去大成了神这个美善的计划 这些东西都是 魔鬼要搞鬼啊 但是神 对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神的掌权 控制之下去推动的 这就是说神是主权的神的意思 所以世界里面不是有两个世界 我们不是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有黑暗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面 这个光明跟黑暗叫什么 他互相去打架 去打 天上的光明的神 把这个黑暗的神打垮了 我们就能做一个有道德的确定了 最后发现这个天上里面 这个黑暗的神 把这个光明的神暂时把它顶住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做出一些不道德的确定了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 神是主权的神 意思是说我们不是一个二元论的世界 我们是个一元论的世界 所有的都是在神的掌权里面 虽然在这个暂时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见到有一些苦难 好不好 我们会面对我们身体都会变化 有一些困难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 苦难只是给我们一些的锻炼的经验 神使用苦难只是说 不是说他没有掌权 只是说他使用几个方法 最后是使到我们达到最好的一处 从这个里面就看到 神有几个 一个 世界有几个 一个 他们以为这两个世界观是平衡的 是相对的 事实上不是这样 他们这个世界观 我们用虚线去代表 他们所谓能够存在的 他们的能力 他们所有东西 都是从神而来的 这就是神主权的意思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范畴 我们可以 自己管理 我们需要去 顺服在神的带领起来 可以吧 好了 因为我们不但是相信 神是主权的神 神是历史的主宰 我们还是相信一样 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神的一切特征 就是说 神是有位格的 意思就是说 神是愿意与我们建立关系的 建立一个过元化的关系 因为主权的神 他不是高高在上 他乃是谦卑 降到这个下面 与我们 神不是高高在上 怎么展单 他也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你看到这个 出埃及记的时候 耶稣 以色列人出埃及嘛 谁带领以色列人去埃及啊 摩西嘛 神嘛 一样啊 都是啊 摩西是代表神嘛 然后你看到有这个白天 有这个圆树 网上有这个佛祝 这个东西 这个 然后神要猜浅很多不同的先知啊 神要是在人群当中啊 会莫吧 对 那这表示讲出什么呢 这就讲出说 神要带领你的时候 祂是我们的朋友 祂是我们的老师 祂是我们的好撒玛利亚人 祂是我们的父亲 在很多不同形容神的形象里面 有我认为啊 有一个最大的特征 去说明神愿意与我们建立关系的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说神是我们的天父 这个是最有感情的 表达的这个比喻了 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 耶稣叫我们祷告的时候 祂怎么讲啊 我们天上的父 这个祷告是很 在当时来说是很 很革命性的 为什么呢 因为犹太人会称呼 神是天父吗 他为什么不会 为什么不敢 他们真是不敢 所以凡是念旧约圣经的时候 他念到这个 耶和华这个字 他们连 对啊 他们连耶和华这个字 这个亚维 这个希伯来文 亚维这个字 他不肯念出来 因为他念出来的时候 他怕 神是太神圣了 他怕得罪他了 所以呢 他用另外一个字 就代表 叫阿德奈 阿德奈 就是不敢 直接称呼神的名字 但是呢 耶稣反对这个看法 当然他们有几种看法 是因为他们被掳啊 所以他们 他们就怕了 以为神是什么 所以对他们来说 神是有主权的 但是神是有位格的吗 没有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就因为不是 所以 所以加恩文之前讲 加恩文说 我们基督教很特别的 我们一谈到 神这个名字的时候呢 神这个名字是很温暖的 对不对 充满人情味的 他是能够 违应 违应我们的要求的 这个是我们一般的 这个是我们基督教的 所独有的 其他宗教有吗 没有 没有 然后我们就认为 在神是有位格的 他是我们的天父 这个天父呢 其实不单是新约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 天父是我们的父亲 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 我们也可以找到 一些经文去说明 耶和华是我们的父亲 哪一段经文找到了 有吗 这位圣经 会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天父吗 书里面的七十一页 耶利米书跟和西亚书嘛 耶利米书是什么 我是以色列的父 以法连是我的长子 这个就是什么 耶和西亚 以色列 我爱他 就招我的儿子而来 所以你就看到 这个就是 七十一页圣经 其实都是有这个讲法 这个讲法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 这个东西 我们发现很多不同的宗教 它不是有一样 都没有一样 它不是有些宗教 就是因为神是主权的 但是不是没有位格的 有些是有位格的 但是不是主权的 只有我们基督教里面 我们两方面都有 神不单是主权的神 他同样是有位格的神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中国的民间的信仰 他怎么样 他所相信的神 譬如说 有一些 我们叫气功的气 这个气 好颜之气 在我们心中的运行 这个气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有位格的吗 我们中国人相信 解决很多这些东西 比如说 有时候我这个耳朵 这个比较长 这代表什么 有福气 有福气 长命 我这个手 很花的 所以我这个生命线 到解你就没有了 你看到吗 我这个生命线 就解一条嘛 到解你 一半都没有 所以我早 很年轻的时候 去看上 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时候 他在告诉我 嗯 我应该四十多岁 就要死掉 一定会死 好 那 现在超过了 还是没有死 说我 对 因为我的生命线 比较短嘛 对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那表示说 我们中国人相信 就是有一些的 命理 命理 有些气 这些气是什么呢 它是管理这个宇宙的 但是它是没有位格的 它是好像也是主权的 你也怎样 你就规定了 但是这一种的看法 是没有 没有人情味的 这个不能当作神 不是我们基督教的神 我们认为基督教的神 它是两样的 一方面 它是主权的神 一方面 它是什么 它是有缘情味的 所以我们不要相信 这个气 这个浩原之气 这个命理 它会管理我们 这种管理不行的 因为它是没有这个位格的 它不能跟我们建立关系的 所以我们不要相信这个命理 不要相信这个星座 因为相信这些东西是 只会使得你很痛苦 因为这种的东西是没有位格的 它是不值得我们相信的 好 我们停在节目 我们下次再继续谈吧 好 谢谢大家